在几年前,甄子丹饰演了一部《夜问》 而这部剧的火爆程度超乎想象 不仅在中国范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同时在整个亚洲范围,甚至是欧洲美洲 这部电影的票房都是得到了极大回馈的 打开网易新闻查看更多精彩图片 于是很快甄子丹又揭拍了《夜问2》、《夜问3》 外国人原本就对中国功夫这种充满魅力的东西特别感兴趣 在上个世纪是李小龙将这股功夫崇拜风气带到了国外 而后来成龙、李连杰等人又接替了这个位置 此前外国人公认的功夫皇帝是李连杰 而在《夜问问》是以后 大家都认为曾子丹是比李连杰更加优秀的演员 在大街上接吻,行云流水,十分具有美感 他将暴力化作了艺术 达到了纯粹的暴力美学境界 因为这三部电影都票房与口碑都双双爆表 所以黄百明还打算投资《夜问4》 在投资《夜问4》的时候 黄百明一共用了四个亿 让粉丝们惊讶的是 有一个人却独自拿走了一个 那么这个人是否值这个价呢? 其实拿走这一个亿的人就是曾子丹 曾子丹对《夜问》这部电影的塑造是灵魂性质的 也许没有任何人能替代曾子丹出演这部电影的主角 既然不可替代 那么曾子丹的身价自然是谁涨船高 如今在很多国人看来 《夜问》、《李连杰》、《成龙》这些人都属于过气明星 所以认为一个亿还是太多了 但黄百平说 在出演其他电影的时候 曾子丹可能的确不值一个亿 就算里边有点资格 就算里边有点资格